接着来关心台湾的消息 最近有许多人为了公投的议题前往立法院请愿 不过现在有人是为了促进国会意识透明化而来 由台湾的学者组成的竞争力论坛 在今天拜会了立法院国民党团 希望他们能够紧速支持通过阳光法案 以及行政院组织法 并且积极地促进国会的意识透明化 台湾竞争力论坛今天拜会国民党团 要求尽速通过阳光法案 行政院组织法并使意识透明化 如果脱过了这个机会之窗 难保新的政府上来 面对的是选后的人情压力 分官封喉组织再造不会再次被延宕 我们要求国民党能够让所有全民都有这样知的权利 想办法设置国会专用频道 或者透过网络 把意识的内容过程全部上网 今天非常谢谢各位对我们的批评指教 我想这是第一次 但是也绝对不是最后一次 除了竞争力论坛 其实近来台湾监督国会的声音越来越多 除了有多本杂志对立委做出试任不试任的评比 日前公民监督国会联盟也要求立委 及公民两党总统参选人签署国会改革承诺书 但还是有35位国民党立委尚未签署 另外联盟也刚发行了监督国会周报 将在美会期末发表立委的评鉴 公民重参考 新唐人亚太电视 陈正祥林红 台湾台北采访报道